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门的导师会员 今天这一课是间接第四课 然后这一课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上路兑现的 兑现一些比较常见的英雄 给大家举了三个,一个诺手 包括一个武器还有一个锐文 这三个英雄 然后也是我被提问到最多的三个英雄 所以主要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三个英雄 首先是诺手 打诺手其实不管什么英雄 都一定要注意去 就是这些有些点是可以去通用的 比如说像这个第一点 就是一级一定要去试探你的诺手学什么技能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要想办法去Q进诺手内拳 像别的英雄也是 比如像武器也是一样 要Q进诺手内拳 鳄鱼的话是要一进诺手内拳 打诺手一定要想办法进他内拳 如果他是牵手放Q的话 这是第二点 就一级试探诺手学什么技能 然后第二点想办法用Q进诺手内拳 然后再一个第三点 我们宁可断Q也不要给诺手打出来学路 就他打到 流血打到第三层或者第四层的时候 我们就宁可 后面没有小兵 我们直接往后Q Q断了也不要去 给他把这第五层流血A出来 要不然我们会很伤 实际上对拼是不能拼得过的五层流血 再一个是我们本身会被他那个流血 流掉很多血 所以会很伤 然后第四点 最好用W去打诺手的AW 并且一定要确保W的命中率 剑机W的命中率是很重要的 所以尽可能去用W挡一下诺手的AW 然后去保证一个我们W的一个命中率 减他的攻速加移速 这样他对拼是很吃亏的 是拼不过我们的 打诺手为什么可以不去挡E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诺手E是什么时候换的 但是如果说把他AW挡的的话 他流血会叠得很慢 他诺手这个英雄是要叠出来五层流血 他这个被动打出来之后 他才有特别高的一个伤害 他没有叠出来流血之前 他伤害并没有特别高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用W去挡诺手AW 这样的话他可以瞬间少叠两层流血 诺手叠流血最快的技能 就是这个AW的 可以一次直接叠两层 然后再一个第五点 切记一级和诺手战路 我们可以去正常换血 但是一级一定不要和诺手战路 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上集课给大家讲的这个 我们可以Q破绽去正常换血 但不要往脸上Q 一定不能Q到他脸上 就Q他边缘 Q最远的位置去Q到那个破 如果破绽摔在脸上的话 如果破绽摔在诺手身后 就不要去硬Q那种破绽了 他如果你要硬Q他身后的破绽的话 他一个AW就可以追着你一直砍 一级是正常砍 是砍不过诺手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去风筝消耗换血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局打诺手 这一局打诺手是 之前消耗了一点血量 然后我一级的时候上去打了他一套 然后他打了他一个破绽界平A 就Q上去打了个破绽界平A 然后他打了我一个平A界W 要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线就是 这种线是我的线 所以说我不需要打得太猥琐 可以去Q他换血 因为我等级比他高 只不过我二级直接学了个E技能 因为刚才想Q上去打他一套的 但看了一下感觉 刚才那个位置如果Q上去的话 不是特别好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种位置 我学了E之后 这种位置如果Q上去 如果这时候要AE的话 开了E肯定就A不到的 所以这一波就没有选择直接上 要不然本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是可以去 直接QE去强行凶态一套 因为毕竟二级血E的爆发 要比血W的高 这波Q了他一下 但Q的不是破绽 所以被他外圈Q赚到回了波雪 像这种一般Q落手 Q到的不是破绽的话 像我虽然说Q的是一个最远距离的位置 但是Q到不是破绽 还是会被他外圈Q赚到 所以这种要小心一点 而且我的位置 其实我是坐了个眼 所以还好 我这个位置的线是有点差的 而且我2G没有血W容易被打野抓 所以我得小心点 这波直接挡了诺手的一个 用W挡掉诺手的一个AW 然后我们再去用W减他的攻速移速 这波他就死了 挂点火 直接单杀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因为我升了个三级 而他还是两级 但他还没有选择往后撤 所以这波我就直接Q上去 然后Q上去之后 A他一刀一个W 把他的AW 因为我看到他的抬手是准备要放AW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斧子变颜色了 就可以知道他是要放AW的 所以看到他抬手AW 把他这一下W给挡掉 然后减他的攻速移速 顺便去用我们自己的W 把他移速减掉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去移速比他快 可以进他的内圈 大家注意看他195移速 我现在345移速 移速要比他快很多 所以这时候我可以走进他内圈 走进他内圈之后 先不要着急A 就开W 就是开W打中他之后 先不要着急A 先走进他内圈 进内圈之后 A掉这个破绽 然后AE 再一个二段 暴击的一个E 配点火 直接断吃 断吃之后 这波就可以把线推过去了 因为这波我们小兵比较多 虽然说我们前期本身推线是比较慢的 但是我们这波小兵多 所以这波线可以推得进去 推进去之后蹭了几下塔 然后这波没有选择回城 是因为我第一波没有做提亚马特的钱 且状态会比较好的话 我就没有去回城的必要 这波cue上去 但是我是预判他的E技能 但他这波没有放E 这波看一下 这波诺手刚上线 其实只要是W打中他 他就不可能再和我拼了 这波cue上去 然后W 我以为他会 我以为他那一刀 要么就A完之后接个W 要么就他就放E 结果他都没放 他这波学聪明了一点 但是他被我减了攻速之后 还是放不出来技能 再上现在四层流血 我直接宁可断Q 我这个Q也不要 也不会去再和他继续对拼了 就直接Q往后拉了 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一波 那我这波是直接把W交了 因为他刚才A了我一刀 我觉得他可能会放什么技能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放W或者放E 但他都没放 骗了我一波 这波W交了 但是他减完攻速之后 只有0.36的一个攻速 他这种攻速AW是打不出来的 一把我转过去 AW打不出来 只W了一下 所以他跌流血的速度会很慢 这波被他W减速之后 你看我的移速 被他W减速之后 他可以走得开 但我走不开了 所以这波被他外星Q转到了 又被他砍了一刀 这时候身上四层流血 就直接要跑了 如果这波再给他A一刀 五层流血 我的血要掉到这 然后再砍一刀 我可能这个血量就要被流死了 所以说这波一定不能弹 直接Q走 等身上这个流血层速过了之后 然后等一下自己的Q和W的CD 好了之后再过来 其实这时候我是还可以和他兑现的 这个时候没什么关系 就是我要等一下技能CD 然后先A小兵 不要让小兵有太多 要不然的话 我们对拼的时候会吃很多小兵伤害 而且我这个位置也不太好进草 Q过来出这个破绽 加速 然后之后这波他就死了 W减攻速移速 再一刀就死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波怎么单吃的 这波因为他这个破绽刚刷 刚刷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利于我 因为这个破绽的位置 我Q过去A一刀 或者说直接Q都可以出到这个破绽 我这波Q过去 然后A了一刀 把这个破绽打掉之后 利用破绽加速 这时候不要摊平A 这时候虽然你可以打一个AE 但是会被他的外圈Q给赚到 所以这时候一定 一定一定不要摊平A 先用破绽加速走进他的内圈 然后AE刀 W减攻速移速 一个AE 再一刀平A 直接砍死 这波他就又没了 这一波我把线推过去的话 我就可以去回家 做到一个提亚马特 这波 没有蹭到这个助攻 Q过去瞎子摸了个眼上去了 就没办法了 好吧 这波线推进去 这波线没有推进塔 有点伤 因为刚才去支援了 导致我少推了兵 回家 做出来核心装备提亚马特 然后再做一把长剑 这波 这波是因为上线 我也吃不到什么兵 因为线是在对面塔下的 而且有点危险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直接去刷了一个打野的小石头 再走上线 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一波 像这种时候 我上线就可以直接和诺手拼了 而且这一波我差等级升6级 那这一波 还好有这个回血阵打出来了 配合上凯旋回回来了 要不然差一点血就死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我之前有讲过 这个回血阵配凯旋的月塔 可以回很多血 让你在台下撑很久 你看这波我直接Q上去 因为我是差一丝经验 就差一个兵的经验就升6级了 而我有提亚马特 可以波及到旁边的小兵 在这波Q上去之后 A 等下我把用提亚马特 把这个小兵弹死之后 然后直接秒升6级 雪大给他挂大招 A破展 两个破展 三个破展 闪现打掉一个破展 我直接杀掉 这波单吃 落手基本上就没了 再上线 就是7级打5级 7级打4级 他就没法打了 比他高了3级 而且这波还可以吃很多塔皮 可以吃两个塔皮 出完提亚马特之后的剑击 推线速度就快多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再走上线 7级打5级 他只要去打落手 很关键的就是有很多玩弄手的人习惯很差 我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说一下弄手这个英雄 如果你是个弄手玩家的话 可以大概听 其实我以前做弄手课的时候就讲过很多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有这种习惯 就看了我的课之后还有这种习惯 我有点生气 你们玩弄手的时候一定不要Q起手 就像这个弄手就是很蠢的一个反面教材 一定不要Q起手 Q起手的弄手很难中 就像这种Q起手 我直接Q进你内圈 你少一个技能 而且弄手肯定是主Q的 你不可能告诉我你玩个弄手 主W或者主E 玩弄手肯定是主Q的 你主QQ起手 Q被进内圈了 那就零伤害 你看这波弄手一个外圈Q 一个内圈Q 发了我多少血 发了我40点血 挣多手一个内圈Q 发了我50点血吧 40还是50 好像是50 发了我50点血 而且他自己又没有回血 就直接被进内圈的弄手 没伤害的兄弟 一定要在W或者E减速之后 再放你的外圈Q 再放你的Q 就这种不要学这个弄手 你们自己打的时候注意一点就好了 因为玩上单 基本上都玩弄手 没有不玩弄手的 所以我在这跟你们说一下 他这种外圈Q太好进了 W减攻速减移速 然后走到身后 A这个破绽 AE 提亚马特A 然后提亚马特Q啊 这波是 可错了 Q进内圈 然后W减AE到 W减攻速减移速 再AE到 打出来强攻 然后AE到往下走 把他下面这个破绽 给打了 打完之后 AE 然后提亚马特Q 再AE到 当然全没看懂我的爆发 爆发点在于 二段E的暴击 加提亚马特Q 他血线 你看他现在血线下的并不是很快 但这时候他血线下的特别快 是在这时候 这时候是一个 二段E的暴击 加上提亚马特 加上Q 这三个技能同时打出来 他血量瞬间变成100点 然后被我一刀平A砍死 这波可以再推两波线 其实你越到后面死是越亏的 因为你像这种越到后面死 给大家再看一下刚才这位置 诶 这个 我好像看过了 诶 这一局 啊对 就在这 越到后面死是越亏的 就他这个时候被单杀的话 复活时间有 差不多20秒左右 20秒左右的复活时间的话 就六七级的时候 复活时间 也没有20秒 完全178秒到20秒左右 这个时间 我足够我推一波线 然后吃他两个肚层了 他再到后面死的话 半分钟复活时间 就越到后面死越亏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这个 就是失误一定要 后面越少失误 或者说不死都行 宁可 我少吃一波冰 但是我不死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第二个打武器的 打武器我们一般都是 啊武器这个英雄 我先说一下 武器这个英雄一般都是一级学艺 他和诺手不一样 武器基本上不会去一级 学W或者Q 武器基本上是一级一定学艺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走上去假装 A他 骗他的E技能 然后Q小兵出他晕的范围 或者说如果你对你操作 足够自信的话 你可以假装A他 然后直接用Q去 Q一个最外边的距离 然后去规避一下武器的Q技能 就你用Q武器开翼 虽然说你Q他没伤害 但是你的Q是可以去返还CD的 虽然说你Q那一下伤害是没有的 因为你间接的Q是算就算普 也不能说算普攻吧 就他但是他Q武器的E是会被格挡的 他这个机制是这样 但是他是可以返还CD的 伤害被挡 但CD可以返还 Q在武器的E上面 然后武器一般都是一级学艺 我们可以走上去 A他骗他的E Q他出那个他E的圈的范围 或者是Q小兵出他那个晕的圈的范围都可以 再一个第二点 武器的E是比较难挡的 因为他可以去手动取消 也可以等E技能自己结束 所以说打武器最好是挡他的一个QAW 然后顺便减他的攻速移速 再和他对拼 再一个第三点 就算我们有W的话 也一定不要和迭勒攻速的武器对拼 除非你可以把他的这个攻速buff给卡掉 用你的减速 W减速把他攻速的这个buff给卡掉 拉距离 要不然的话 就算是有W 我们也不一定能拼得过这个 迭勒被动层数的一个有攻速的武器 因为剑机虽然说也是一个偏持续输出的英雄 但他不是武器那种战撸型的英雄 他是要去很灵活的利用Q技能来挥打弱点的一个英雄 剑机的战路并不是很强 给大家看一下 武器是这一局 这局我上线的时候在这个草里面被蹲了一下 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说的 用Q技能 他这时候我QQ在他E上了 被闪避掉 这边有个闪避 被闪避掉了 而是他没掉血 但是我这个CD返还了 就可以用Q技能去往这边 往一个最远距离的Q 但你也可以直接Q出他的E 但是这样不会返还CD 所以说尽量是Q这个目标 Q他然后打一个最远距离的Q 这样既可以返还CD 而且就CD机不会有那么长的16秒CD 而且这个我们不会断Q 再一个我们也出他E的范围 不会被他晕 再给大家重新看一下吧 这个Q 你们要学会放这种Q 一定要学会玩剑机 这种Q你看 就虽然Q到他人了 但是这个Q 没有去被他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没有去被他的一个 这个一技能给晕倒 因为出他一技能范围了 这波我是可以和他拼的 因为一级的武器是没有E的 这波Q一个破绽 然后他想往上走 我把这个破绽卡掉 但是他有点想多了 这波我就直接AQA 把他给杀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这一波我是直接交闪AQA 而不是Q破绽继续追 因为这一波 如果说我Q破绽继续追的话 我不确定我剩下那两刀 就是因为我交破绽 你看我这波如果跟上他 这时候Q上去A的话 我至少因为他在嗑药 我至少要A三刀才能A的死他 哦不对 至少Q过去一刀 然后至少再A两刀才能A的死他 所以说我要再跟着他A两刀的话 他有可能E技能就好了 他E技能好的话 我们有可能被他E晕住 就直接被他反杀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等他的E技能好 这波就闪现AQA果断一点 直接把他给秒掉 因为我们闪现AQA是可以打强攻的 万一他的E技能CD好了的话 这波我们就卸菜了 所以不能有这种 不能有这种 这叫什么 不能有这种机会给他 让Q破绽A一下 再A一刀打个强攻之后往后走 他这波是要往后走卡我的破绽 他这波卡了一个背后的破绽过来 不过无所谓 我这一波直接学了个W技能给他挂点火 他又死了 其实他刚才这种卡破绽 就意味着一定线权一定是我的 而且本身我E技就把他单吃了 我经验要比他高 我是吃了六个兵就可以升二的 所以这一波 你看我抢了个二级之后 对线抢二级是很重要的 你们一定要学会看这个等级 这波他开一 这波是我正好给他晕到了 如果晕不到的话就杀不了了 但我这波正好给他晕到了 一个A破绽接Q技能 把他给杀掉 这单吃完之后他就没法打了 推了两波线 然后这波我没有选择B 因为我还是没有提亚马特 看我之前说的 没有提亚马特 我前期基本上不会显得那么早回程 如果状态足够好的话 这波AQ戳他一下 再偷偷砍他一刀 这波瞎子过来了 我这边刚才看见了 因为我们家打一个点信号了 我知道瞎子过来 但我这波打野也在 所以我这波可以先稍微拉一下 等一下Q往后拉一下距离 然后W本来想W 因为武器刚才开E了 本来想W他一下 把他晕住让我们家打野杀他 但是我W没放出来 反应迟钝了一点 这波上去骗了一个 骗了一刀虾子瓶 虾子以为能A的死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波一定要算好自己的血量 而且这波我还偷戳了武器 一个破绽回了点血 一定要算我自己血量 这时候 要不然容易把自己卖进去 这时候一定不能把自己给卖进去 Q走之后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我本来想放W 就是我说的武器不好挡 就是因为这样他可以自己手动取消 也可以等W 也可以等他E自动落下 那这时候我就不好去判断 他到底E技能什么时候会放得下 所以我这波W就没有晕到 我这没有晕到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这个血量可以去扛两刀平A 所以我这个血量往前走了一下 这瞎子A了我一下 然后我秒放W 戳了这个瞎子一下 让打野跟得上 我们去干了一下伤害 然后这个打野拿了个双杀 那还可以这波我们就很赚 然后我们再去推一波线 这波线推进去 回家提阿玛特 这武器对线基本上就结束了 像这种四分钟回家提阿玛特 我们是可以秒这个武器的 先把它海骨肚层打出来 就可以一套把它秒掉 而且我们现在是一个五级打三级 本来就已经等级压制就很好打了 这武器现在就很猥琐 站在一个完全不给我们Q得到的位置 Q出了它一下破绽 这波没有晕到 不过无所谓 W减攻速移速 QA E提阿玛特 A 一到二段E的暴击 直接秒掉了 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秒武器就很简单 这波虽然W没有晕到 但是没什么关系 W减攻速移速 然后Q过去 AE 这像我现在这个QAE 二段E暴击没打 加提阿玛特点火都没放 它就已经只剩200多点血了 二段E暴击出来 一个提阿玛特 一个点火 就瞬间秒掉了 其实我感觉这个点火焦的都有点浪费了 不过我为了确保 万无意识 直接就把它给杀了 然后再去继续推一下这波线 推进去 这把游戏 最线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武器已经完全没法打了 它上线三级打六级 就被压了三级就已经没什么办法了 然后去刷了个河线 这波瞎子来上路补线 那这种 直接给这个瞎子挂大招就好了 它还被小兵卡了一下位置 A提阿玛特 QAE到 直接秒掉 因为它只有五级的一个瞎子 我刚才毕竟比它还多一个大招 如果说 刚才它再往前走一点的话 我W减它攻速移速 这减攻速没什么用 就直接W减它移速 然后Q上去 再砍两刀 它就死了 所以说这波瞎子怎么都跑不了 然后这把对线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武器后面是挂机了 这把就没法打了 这个武器前面的失误 导致它葬送了这一局游戏 要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瑞文 打瑞文的一些要点 首先第一点 一级一定不要和瑞文硬拼 我们一级只能去Q破绽消耗 因为瑞文卡Q 一级两次QA我们是顶不住的 剑机其实还比较脆的 所以说一级一定不要和瑞文硬拼 不要和瑞文硬拼 瑞文卡Q 现在卡Q一级 只有四秒左右的一个Q技能 如果说他卡Q的话 所以他就算不打两套完整的两套Q 他只是第三段Q砸到我们 然后再打一套完整的QA 我们也是吃不消他这个伤害的 所以一级一定不要和瑞文硬拼 我们一级是先去戳破绽 打消耗为主 虽然间接一级强 但间接一级也不是硬 硬碰硬那种站在原地站着炉的强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好 然后再一个第二点 打瑞文其实是比较好打的 所以说但是W的释放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你W放不好的话 可能打瑞文就比较难受 但W放的好的话 比较有自信的话 你甚至可以去用QW去接瑞文的一个 第三段Q 或者是接他的W都可以 所以就像是我们的主动云 把W用成一个主动云的技能一样 我想再一个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在第四点会讲 第三点 瑞文一般换血连招都是QWAEQQ 所以说在瑞文一段Q近身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预判他的W 去放W晕他 然后再一个第四点 打瑞文足够自信的话 我们可以主动上去用QW 预判接他的这个第三段Q 这是我刚才之前说的 可以把W当成一个主动 眩晕的一个主动技能去用 因为瑞文 第三段Q和W都是比较好挡的 这个英雄 而且你W打中的话 减他的攻速 他光速QA打不出来 会很难受 他爆发就会少很多 我之前减瑞文的攻速之后 他原地两刀Q 两刀Q之后的平A都没打出来 就打了两个Q 然后就第三段 等攻速没被减之后 第三段打起来打了一刀 这减攻速是很厉害的 给大家看一下打瑞文的 这局段位稍微高一点 刚才那两局都是黄金白金 然后这一局是 赚三左右的局 我和这个瑞文还都是白色的 都挺帅的 两个纯白色的 这波Q抽个破绽 A一刀打个枪攻 这一波我回头了一下 就我就亏了一下 这一波本来我是直接走的话 我是不会亏的 但我刚才回头了一下 被小兵多打了两下 就有点亏了 然后这波看 打我去A这个兵的时候 被他第三段Q打了一下 卡了一下 但他这时候 因为他我知道他是卡Q的 但他这时候QCD不会那么快好 所以说我这波直接Q上去 A一刀再A一刀 再A 最后直接把它看死了 因为我知道他的Q技能CD没有那么快 所以这波我就很自信的上去和他对拼了 而且我是带着一个点火的 这波就要直接回城 因为他带传送我带点火 但他之后他TP上线 这一波我就没办法 如果不回城的话 我也这个水量也不可能再和他对线了 就一定会被他杀 所以这一波直接回城就好了 回城补一下常见加一瓶药 再上线 上线其实会被他压等级 因为没有带传送 就这一点不好前期 就算你单杀了对面 但前期单杀经验不高 所以还是会被他压等级 前期还是小兵经验 要比单吃英雄的经验高很多的 然后这波不想让他补车 给他运住之后 打一套 直接往后拉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要去换血或者消耗的时候 都是要趁对面去补刀的时候 要去再去换血消耗 一定要记草这一点 就你万一要去换血或者补刀的时候 都要去看 这一波他想补这个炮车 我是知道的 他想去三段Q 补这个炮车 结果他 我Q回来之后 他W把我晕住 然后想用三段Q砸我 这波被我直接W挡了 挡完之后 A一刀 如果这波我学E的话 他可能就死了 但是我这波只有两级 有点可惜 再砍一刀一个破绽 砍一刀左边的破绽 你像 这个 你W晕住人之后 是足够给你砍三刀破绽 所以没什么关系 而足够给你看两刀破绽 这一波升到三级 然后Q技能顺便刮到这个锐文下 往后拉一下距离 还敢跟我们A的话 我们可以去继续和他打 因为他扛着这么多小兵 他是不可能再继续和我们打的 这波看见队友在里去打起来了 但是已经打完了 所以我就直接Q回来了 这波W 你看这个锐文就学聪明了 像刚才这个位置 这个锐文 刚才那波要是再被我W打了 他就直接死了 这波锐文就学的聪明了 他这一波是 你看 我预判他W之后 但是他这个砸下来之后 是用E直接往后拉 把自己的这个三级Q强行 那个砸下来的动作强行取消了 所以说这一波 我的W戳出去的那一下 没有戳中他 如果W戳出去的那一下 戳中才能晕到他 但我没有戳中他 所以说这一波没有晕到 这波晕到他就死了 然后把这个线稍微推一下 因为他这个血量 我没有W的话是可以约他的 但是没有W就会被他QWAEQQ这么好 像他刚才就是QWAE的 然后直接往后拉 锐文 这是锐文最正 因为我上一次做课就做了锐文 这是锐文最用的最多的一个换学 Q一下破绽 往后拉一下 这波W 虽然说还是被他E走位了 被他E给拉了个距离 但是我们这波W落下来 是把他给晕到了的 大家可以注意看 这波是晕到了 就这一波就是他E放晚了 如果他E放早零点几秒的话 这波都晕不到 但晕到他就死了 这个大家回放稍微慢一点看一下 这波文看 他往前Q的时候 这个破绽刷在我脸上的 我直接原地Q破绽 然后用加速往后走 往后拉距离 然后这波他是还想用三段Q砸我 然后故技重施 想用E级等去夺我W 但是没想到这波被我 他反应慢了一点 也不算反应慢吧 就是他E放的慢了一点 被我给晕住了 他就没了 锐文的三段Q其实是挺好挡的 因为剑机这个W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漏车 难受 但是还是回家做出来提亚马特了 只要回家有提亚马特 漏两个车都无所谓 只要给我提亚马特 我拉着这个锐文自爆 我们两个 两个人 五分钟二十一刀 我五分钟二十一刀 这个锐文 二十七刀 我这个补刀有点烂 我这剑机补刀确实不是很好 那这锐文谁会用E去当我的Q了 但是我现在这个装备已经比他要好太多了 我这装备是可以秒他的 有提亚马特之后的剑机 就六级之前有提亚马特的剑机是很恐怖的 因为本身线上回复能力就比较强 有提亚马特 再一个是提亚马特可以加很高攻击力 Q抽破绽往后拉 因为刚才我们在嗑药 这瓶药正在吃 所以说换血不换白不换 这波没有去放重 这波其实如果说我W放好了的话 W戳到他了 就算没有捡 就算没有运到他 只要W打到他 他这波也死了 那这波Q上去 QA提亚马特 QAE提亚马特 然后这一波插一下 W暴击打出来了 但W没有晕到 这波W如果就不错晕到 如果打到的话 就杀掉了 有点可惜 这波假装月塔 这波有提亚马特在塔下 A兵被打了一下 就有点难受 这个瑞文现在也不敢打得 特别嚣张了 也不敢用技能砸我了 现在我就难受了 直接来三个人抓我们 这波技能全打出来了 再给我 再给我一秒钟时间 如果我没死的话 我这波三个就全杀了 就差一个凯旋 给大家看一下这波 这波因为瑞文第一时间站位 它是有点远的 你们可以看这个瑞文的站位 我们是Q不到他的 所以说第一时间一定是Q不到瑞文的 所以这一波上去 先是Q了个瑞兹 然后QAE 打了一个QAE之后 直接开W KW是我本来因为这三个人都可以挡 有很多技能可以挡 一个瑞兹W 一个挖掘机 顶在一个瑞文的第三能Q和W 这有四个技能可以让我挡 那这一波我随 随远挡了一个瑞兹的W 就没有挡挖掘机的顶 因为挖掘机可能也知道 他要顶我的话 会被我W晕住 所以说没有挖掘机的顶 直接去运气挡了一个瑞兹的一个 W技能 然后AT阿马特 配合点火 直接把瑞兹秒掉了 一个满血瑞兹上来抓我 直接被我一个人给秒了 所以剑机 有提阿马特之后的爆发 现在就显而易见了 Q抽破绽之后 QAE 然后W技能 晕住瑞兹之后 再一个第二刀 E的一个暴击 然后 AT阿马特 挖点火 瑞兹死了 这波给我凯旋回来的话 再闪现打那个瑞文的破绽 再Q一下瑞文也死了 瑞文也打不过我 全杀了 但我可能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凯旋都没有回上来 被他们给贯死 不过无所谓 这波被抓 无伤大雅 这波被抓还让左一却 舒服了一点 因为他们是三个人来抓我的 所以这波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这波W又是没有晕到 这个瑞文也比较机智 这波瑞文很及时的用E技能 这波W正常来讲是应该可以晕的 但他用E技能去跑出了我W的范围 没有W那个波没有打到他 就晕不到 只要见机这个W的波 不打到那个人的话 就是晕不到的 这波瑞文知道我没有W 他六级我也六级 他就直接上了 开大 但这波我怎么样 天给他掏大招 然后直接一秒四破 把波战全打出来 他就没法打了 闪现AQ 给大家看一下这波稍微慢一点放 这波 他这个破绽的位置 这破绽位置是很难用平A打得到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往后拉一下 往后拉一下之后 把这个破绽稍微拉一点 就是他贴着墙的这个位置 也要稍微拉一下 把他贴着墙的这个破绽先打掉 然后A到之后 等一下我们的Q技能CD A到之后往上面走 A也把上面这个破绽打掉 然后Q桌面这个破绽 然后再下来 把这四个破绽全打掉之后 瑞文开大区爆发已经很高了 像他这种 但是我们一秒钟四个破绽全打出来 就一定要先把贴着墙的那一刀 最难打的破绽打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对拼 要不然我们这个破绽 四破永远打不出来 那我们这波对拼就输了 就肯定会被他弹吃 但是这一波先把贴着厂 那个最难打的破绽打出来了 那他就没打过我了 那这波再打完之后 去上线 再去车果子 可以继续和他对线 我这天机是不太喜欢回家的 只要自己有状态的话 就不是特别喜欢回家 这波瑞文W没有运到我们 这波因为看脸暴女在 已经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暴女在排瑞文的眼 所以这一波我就硬推线了 把线推进去 然后之后暴女过来了 我们这一波就可以约他 给暴女点一下我的 点火还有八秒钟 这波可以不用太着急 这个也没有运到 稍微有点可惜 瑞文优异还是比较好 躲剑GW的 要看瑞文玩的怎么样 这个瑞文其实玩的还可以了 AE提阿玛特A一个Q 往外Q往塔下 外面的地方Q 配合一个点火 直接把瑞文单吃掉了 这波暴女帮我们扛了一下塔 就他如果不帮我们扛塔的话 可能我们 但其实也死不了 刚才那个位置也死 是不可能死的 我那个位置还可以自己再扛一下他 而且实在不行 我可以掏大招 所以刚才大招都没有用 所以这一波瑞文的对线也没了 打瑞文也是 我觉得打瑞文是比较好打的 打武器和诺手的话 打诺手是好打的 打诺手和瑞文好打 但打武器不是特别好打 特别是武器会玩的话 因为打武器很难挡一 差不多这个对线就到这了 因为这一节课的对线 主要是给大家讲 你们比较觉得 就是我收集了一些 你们觉得比较难 难对付的英雄 就这三个英雄 是我问下来你们可能回答我最多的 这三个都比较 都说的觉得这三个对线都比较难受的 所以我就把这三个英雄 主要给你们做了一下 然后主要给你们放在这一刻 重点讲了一下 后面的有两节课 后面两节对线课 一个是打剑机 被counter的英雄 另一个是打counter剑机的英雄 然后到时候你们可以去重点看一下 如果说觉得对线会被压的话 或者对线压了人 不会扩大优势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后面两节课 这个课先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